台东县政府近年来积极招商以及推动观光产业 为了让招商效能更上一层楼开拓更多的裁员 让产业发展再升级 县长黄建廷特别推动了一轮新的县府组织改造 从6月1号开始财政处改制为财政及经济发展处 并且增设两个科 县长也特别在4号来改制街牌以及举行记者会 从今天开始财政处会变成财经处 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它的着眼点 是希望整个台东县政府对经济发展 对产业将来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其实台东的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当中 一直以来经济是最核心的问题 但是我们整个的组织架构里面 在经济这一块 其实过去是几乎不存在 这个梅子在这里最清楚 我们县政府的这个单位里面啊 都有跟中央部会做相对应的 那可是过去我们跟经济部对应的单位是谁 可能就是一个工商科 真的这么重要的经济部我们不太有直接对应的单位 我们有一个民间的半官方的组织叫公测会 勉强跟经济部有点对应到 可是府内的这个单位里面真的没有 为了让产业发展升级 县府财政处改制为财政以及经济发展处 原设于建设处底下的工商科则移置该处 并且增改组为产业发展科和工商管理科 未来民众办理工商行政办理流程 或者是企业投资服务窗口 以及产业发展的相关业务 都将由财政及经济发展处负责 期盼在相亲鼓励以及支持下 在组织改造后成立的团队 能够很快的将台东的经济带往全新的境界 东南讯文部发邻黄欣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很长时间 小时 并且接替了 并且接替了 industry 我认为